跟郭台銘 郭王會之前 立法院長汪金平先跟副總統賴清德 同場出席活動 邊走邊聊 有說有笑 賴清德還在台上直接開啟玩笑 這幾天來大家都在猜 王彥坦會跟誰在一起 現在迷你已經揭曉 是跟賴清德在一起 不要再猜 話語說完全場哄堂大笑 賴清德繼續加碼 扮演接獎人 要頒發生計獎項 結果拿起信封 憂了一末 王院長支持的人是賴清德 連王金平聽到也笑得鼓掌 儘管不同黨派 但互動很是熱絡 賴清德回座位前 王金平特地起身握握手 賴清德有意角逐 2024總統大位 也被視為是綠營 最可能人選之一 而郭台銘敘事待發 也被視為可能對手 最新民調出爐 賴清德侯友宜 柯文哲撒喀都 賴清德跟侯友宜 相距不到三個百分點 跟郭台銘更差了不到1% 柯文哲不選的話 則是郭台銘勝出 不過不提示之下 民眾主動說出 適合參選總統的人選 賴清德接近兩成拿下第一 其次是侯友宜跟郭台銘 2024總統之戰 藍綠白甚至無黨角力 充滿各種變數 但賴清德幽默 已經創造話題 三月的劉慧廷就是 GIN 艾森雲小組 泰北報道